台南支架沿海地区是黑面六倍重要的池式地 为了提供这些来台湾跪党的照片 友善的环境 为照虚名导致新台湾室 对虚名表示 这些作法对他们来说不太麻烦 而且跪党提提供政治分心 是以赶估国的好事 大概都是冬季的时候 就是说黑面皮肤或是一些好鸟要来台湾越冬 这个时候 除了黑面皮肤保护区或是一些空的温 有汤吃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渔民 有参加这个计划的渔民 我们老吃五天 那五天 它里面有些要口袋的时候 有些摘鱼摘鱼摘鱼 可以让黑面皮肤和一些好鸟来吃 因为黑面皮肤在吃的时候 它就是要打大的骨架 这样看得到 这样吃得到 它太浅 它没有打大的骨架 看不得到 它就吃不得到 这块模式所释出的 三百鱼和鱼和鱼山 品质相当的好 今年就有五位渔民生申的白鱼 那个鱼温的水要在三十公分以下 然后不收下杂鱼 然后不使用化学药剂的这些条件 然后建构一个对冬后鸟友善的一个环境 让他们在这边可以安心过冬 老旧表示 中国区的地理环境好 有天然的减水环境 蜥蜴肉一Q 蛤蜊三丁 大家社会者来偏向 欢迎向前多多蔡港 新台友善的游泽鱼山 那天是文池的第一声音 彩虹报道